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晚上OPPO Reno浙江卫视2019年终音乐盛典 揭晓原创最强音 2019年7月中国重庆 让原创发声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沈涛 这里是OPPO Reno浙江卫视年终音乐盛典预热活动 OPPO Reno十倍混合光变 远近都清晰 这个夏天让原创发声 提起原创音乐 每个人心中一定有一首直击你心灵的歌曲 比如说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郑军的灰姑娘 再比如说周杰伦的很多很多歌都是 这些旋律和歌词经过多年时间的洗礼 依然清晰地留在我们的心底 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听过唱片了 也就是那种实体的CD唱片 如今数字音乐的便捷 让我们渐渐淡去了焦急地冲进唱片电脉新发专辑的冲动 也让我们渐渐忘却了一盘卡带必须要从头听到尾的那种执念 因此呢 今天我们更需要一场直面原创音乐的感动 也需要不吝赞美地支持那些用原创来表达心声的音乐人们 那么今年OPPO Reno浙江卫视音乐年终盛典 就以让原创发声为主题 让观众更多地去感受原创音乐的台前幕后 就在今天晚上的八点 浙江卫视将现场直播音乐盛典的盛况 不仅是刚才看到和提到的那几位原创大咖 像周杰伦 李健 郑军 还会看到华晨宇 田富珍 胡彦斌 肖敬腾 王俊凯 毛不易 尔令 陈丽等等许多优秀的原创歌手 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本次年终音乐盛典呢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就是从2017到2018年度优秀歌曲当中 推荐出十首好歌金曲 从而呼吁大家支持原创为原创发声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稍早前 记者从这次华语原创十大金曲专家团讨论现场发回的报道 Operino 浙江卫视 2019年终音乐盛典将推荐十首 可以代表当前华语乐坛创作水准的好歌金曲 此前向各大唱片公司 原创音乐人以及网络合作平台 共同征集产生的24首推荐歌曲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评审 现在各位大咖级音乐专家们正在对这些歌曲做最后的讨论 那么现场的讨论怎么样了呢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现场入围歌曲用热爱为原创音乐度上灿烂光泽 音乐专家团成员正在激烈的讨论中 从入围的歌曲中 音乐专家们感受到了华语原创音乐的生命力 我个人的感觉是我觉得这几年来 我觉得观众的口味有没有变 我是觉得我不能很确定 但是我很确定是华语音乐的广度变的动作 24进时的讨论 由张亚东担任音乐专家团主席 最终哪十首歌曲将脱颖而出 也成为今晚OPPO Reno浙江卫视 2019年终音乐盛典的看点之一 其实一个就是愿望 还是想要真的帮到 让人觉得你用心创作是可以受到别人尊重 大概是理解和并非知识 不过都在一个用商业来判断 做一个好 据了解 本次原创音乐的较量中 网络合作平台的投票数据也将作为参考 那么OPPO Reno浙江卫视 2019年终音乐盛典 为什么要着重鼓励原创音乐力量呢 这个创意的作为经典要推选原创进取 这首歌其实是源于我们和其中的几位老师的一次交入 我们是觉得在这么多的丰富的话语原创的作品当中 需要一个唯一和专业的音乐人一起站出来 为我们整个话语乐团 为原创音乐去用我们的力量 去向官方推荐一些行动 说了这么多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 今年究竟有哪些好歌曲可以代表华语原创音乐发声呢 这里就先卖个关子 今晚让原创发声 OPPO Reno浙江卫视 2019年终音乐盛典 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为年轻热血奔流 让原创声震云霄 就由唱工委向各大唱片公司 音乐厂牌 原创音乐人及网络合作平台 共同征集推荐 2019浙江卫视OPPO Reno 黄语原创金曲即将闪耀超级下业 Alene 有一种悲伤 阿四 郭彩杰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爱怡良 Forever Young 丁世光 无散的沿袭 郭蝶 不明下落 华晨语 齐天 我见少女101 桑妮 不哭 李健 春风十里不如你 李健青 匆匆2017 李荣浩 年少有为 林俊杰 进阶 林俊杰 伟大的渺小 刘锦泽 姥姥 毛不易 萧愁 摩登兄弟 让酒 摩登兄弟 想象 纳武克热 儿子娃娃 古术 猎户星座 孙燕姿 跳舞的反骨 谢震亭 爱丽丝1993 许君 疯子 薛之谦 摩天大楼 薛之谦 天分 赵永新 躺着 谁将突围闪耀超级下业 谁将重新定义潮流风向 7月13日晚 OPPO Reno浙江卫视2019年终音乐盛典 做时代的追光者 让原创发声 感觉到了没有 这是一场含金量极高的角逐 那你们心目当中最期待的获奖作品又是哪一几首呢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晚会的结果来揭晓了 说到盛典晚会 每年我们浙江卫视的年终盛典和跨年晚会的舞美啊 都让人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比方说吧 去年的飞碟式升降的冰瓶和中国龙机械龙骨的设计太棒了 那么今晚的舞台又会有什么别具一格的创意呢 OPPO Reno浙江卫视2019年终音乐盛典上 超过40组音乐人将集体赴一场华语原创音乐的盛下之约 为了呈现一场独一无二的音乐盛世 本次盛典仅在舞美设计就经过了三个月的打磨 主舞台使用了巨大而规整的框架结构 由三个方向的线条组成的墙 象征了原创音乐来自不同方向的禁锢 一座极富艺术感的金属流体雕塑 则是打破了这一限制 我们希望可以是我们华语原创音乐 很蓬勃的很旺盛的创作力这么一个象征 这个长达140米宽的大舞台 也为音乐盛典的音响效果提出了挑战 本次音乐盛典 从流行到摇滚 从民谣到说唱 深度辐射了70 80 90 00后群体 优质作品即将轮番上演 为观众们带来一场音乐狂欢 同时新技术的应用 也将为电视机前的观众 带来更多震撼的效果 与网界相比 本次年终音乐盛典为原创音乐人和乐迷提供了更充分的音乐交流机会 华语顶级音乐人将在今晚引领原创音乐潮流 为此音乐人们也一直在为盛典排练中 希望通过今天这样一个演出 然后能让更多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喜欢音乐的朋友 喜欢原创的朋友 能够关注到原创音乐 能够加入到原创的行业中来 这次来到这个现场 看到这非常漂亮的舞美设计 舞台下了很大的功夫 所以我们觉得将来的这个在电视上呈现出来 应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现场 所以非常感谢这次和浙江卫视的合作 期待盛典圆满成功 好了 看完这一波的创意构思 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我的同事们了 那就是优秀 说了这么多的话 你们一定在想 音乐呢 然后各位 说好的原创在哪里 赶紧来感受一下音乐盛典预热活动当中 三大音乐现场的狂热氛围 来 准备好了没有 举起你们的双手 造起来 大家好 这里是浙江卫视 OPPO Reno造月节 游乐场舞台的现场 我是杰姨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个原创型的男歌手呢 首先要恭喜他的原创音乐疯子 入围了浙江卫视 OPPO Reno华语原创24首推荐金曲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 这位原创男歌手呢 拥有着迷人的憨憨的帅气劲 以及非常坚韧的音乐精神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施君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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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疯子 总之 这些不重要 但愿分享这故事 我是在一个六平方小屋里被风吹起来 笨拙的我还没想以怎样的姿态 就被推出窗外 既然这样我想以最好的方式 说声拜拜却说不出话 只在心里定格善长呼喊 开始了这漫长一尘 相分多年未见的陌生人 快忘了多少次象征庇护 自由岂能被束缚 在高山上我遇见一个名字 叫镜头的男孩 他告诉我别忧愁别多虑感受 我顶着天空 好像从来没觉得如此通透 此夜谁管他呢 此夜谁害怕 雷 influential 之 flags 中国有解更用 最后一致重 Kerad 旋逐大 的 杯 我静只um写 雷ש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是声我没有名字 是他们一直叫我疯子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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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3,3,4,3,4,4,3,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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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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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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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场馆当中 已经给大家展示出了一场 视觉盛宴 并且还会有非常有趣的互动体验 接下来就带着你们的耳朵和眼睛 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好 这是一个音乐沙盘 你看我们一起丢 就会有不同的音效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地平颜色 也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 你看年轻人在这里 就会找到感觉啦 这里是可以跳舞吗 跳一跳吧 哇 这台装置怎么样 我刚才呢体验了一下 它呢有个名字叫做子弹时间 是由十倍混合光变远近都清晰的 Reno系列 OPPO全新拍照手机所组成的 非常的酷 我们给OPPO点个赞哦 各位啊我们关注到科技发展的同时呢 也让我们关注到所处的这片 重庆与北区创新经济走廊 开发区的高速发展 最近跟大家说个好消息 OPPO新南总部也将落户于 创新经济走廊 再次形成研发 制造 供应 等全产业链企业制正 怎么样 沈涛 我们的现场是不是跟重庆火锅一样 特别火 让人羡慕啊 我就喜欢这样的工作 边工作还能边玩 我都想拿起十倍混合光变 远近都清晰的OPPO Reno 去现场好好给自己拍几张照片了 据说呢 音乐现场的气氛是持续火热 接下来赶快来欣赏一组表演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一位 是我们浙江卫视的老朋友了 她的音乐非常具有个人的鲜明的风格特色 同时有感染力和正能量 而且她的音乐可以听到 她内心的呼唤和呐喊 她是谁 是的 让我们有请西部噪音厂牌成员 那五颗人W 我来自欣赏 你叫我儿子娃娃 我来自乌鲁木齐 Rappers and Balanza 我从小吃鸟肉吃羊肉长大 就算贤而残酷 那也不怕留下沙巴 我用我自己做的笔法 去我的力次去我的鼻子 去我的力次去我的鼻子 提起我和你忘记名和力 真心情和力马平穿 揭开所有你迈着我的步 带着我的crew 再开始继续我的路 对未来思路清楚 看我心脏rap dance to bounce You know what it is 梦想的边缘在鲁木屋 Beast of haters 冲击到同一个list 准备所有的困惊在送一个sees 准备所有的阻碍 那就jears 就这个yes 看着我的feast 常常叫我sees Welcome to my space 我来自欣赏 将有靠面二层娃娃 我来自乌鲁木齐 是个心脏rap 我不混undergrass 不代表我是假的 Call me Liu I'm让这个舞台爆炸 要做就做 能群能伸的大丈夫 乃至我的兄弟闯荡江湖 目击不必把都是生猪 你愿战死沙场也被当作夫 这首歌组维之大 每一场演出都炸 男生整个夏天只有25票 哪有大乐 不 妹妹的意思 最美眼靠近就吹没了this 梦想的妹妹 真没有peace 但是妹妹的儿子娃娃娃的cheese You know yes 都以为我会骚起 你全都我明天 微笑 停开 根本没有回头 我来自心脏 用call me 二次娃娃 我来自乌鲁木齐 是个森巴浪子 我人恨话不多 但别把我当哑巴 白白胸口就是我该有的样子 我来自心脏 右边的朋友们 让我看见你是手指在空中好不好 还有左边的后面 让我看到你们的手好不好 like this Lumumura Ready 3 2 What the hell call me 二次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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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吃软牛肉羊肉长大 call me 二次娃娃 call me 二次娃娃 call me 二次娃娃 拍拍胸口就是我该有的样子 我来自新疆 you call me 二次娃娃 我来自乌鲁木齐 Rappers at Balanza 我从小吃牛肉吃羊肉长大 就在天儿餐不难也不怕留下伤疤 我来自新疆 and I am 美丁 现场各位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邱建廷 我来自新疆 天吴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她自己要惊讶关注了好几年 在开解她的人生 她告诉我不要哭了 人生本来就苦涩 没有点素质分选择 你的选择不要问知不知的 这都是过程 你要更快乐 看看你比很多人都幸运了 记得此刻 你还经过着 车辆和天真 故事来到前夕年后的家门 听夕阳的口吻 带起眼里的黄昏 那个女人血里脚散的小人 她躺在寺庄地上 手里抱着遗忘的事外头 却只有这故事 她控制的人在哭着 我只能看着灯火灭了 平台上那几年 都很离开这 她告诉我 她告诉我不要哭了 人生本来就苦涩 没有对错之分选择 你的选择不要问知不知的 这就是过程 你要更快乐 看看你比很多人都幸运了 记得此刻 你还经过着 商量和天真 怎啦 老公 大声外头 牵连上 Romans 手里那美丽的人勇敢者 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一起 像最重那样回家呢 我 告诉我 大声哭了 能够一起走着 操控的做这份选择 我的选择 在临头都标记得 这就是假如你会更快乐 看看还有许多人都住 这几个时刻 我们牵挂着 向远看空间 好听到我连袖子都已经撸起来了 跟你讲刚才在我们这儿有个女编导 好过分的 拿着十倍混合光变远近都清晰的 OPPO Reno 对着我们这个播出屏幕 一顿狂拍 恨不得自己就去现场站个工位 是不是 那你现在买张机票赶紧去 好不好 就现在赶紧去 不要在我身边干活了 我跟你讲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连线一下 在前方的记者来看看那些充满热情的现场观众 他们的心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主持人 现在距离OPPO Reno 浙江卫视2019年终音乐盛典的开始 已经是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了 而在我们重庆主会场 除了今天晚上八点钟的晚会 还特别设置了音乐现场和主题狂欢派对环节 现在游乐场 不睡觉 看热闹 三个音乐现场正在同时开场 从早上十一点半开始 将持续六个小时的时间 给观众朋友们带来近八十首原创音乐 总之每一个音乐现场都非常值得打卡 说到拍照打卡就不得不说 我身后的这一面雨光共舞的歌词墙 那么这一面歌词墙是由三十八块屏幕组成 特别的是这三十八块屏幕上滚动的歌词 都是来源于每首正在演唱的歌曲 给了乐迷朋友们一个近距离的 和原创音乐接触的机会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采访 正在现场的两位乐迷朋友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觉得这一块歌词墙怎么样 现场好不好玩 好玩 特别炫酷 特别立体 因为我们之前在官网看过这个墙 我们以为它就是一个平面 但是来到现场觉得特别立体 我们人可以站在那边凹造型 特别棒 我也觉得这是第一次体验到 然后在现场看到歌词墙就特别的兴奋 之前都没有看过 这次为原创发声的音乐盛典 各大舞台的精彩演出备受期待 周边玩法也是亮点分成 除了舞台编的很多打卡互动环节 一些场馆还特别准备了诱人的美食区和休息区 在观赏音乐的同时 也可以享受来自各地的美食盛宴 那么在我身边的不少乐迷朋友们 也已经沉浸在了现场的氛围当中 我们来采访两位 你好 打扰一下 我想问一下 你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吗 感觉怎么样 很好玩 很好玩 然后这边休息区很多 然后吃的也特别的多 然后最喜欢的就是那边 就是不用去其他的场馆 你也可以看到这边的演出 是不是以前从来没有提过 这样 考虑到专程来参加盛典的外地游客比较多 此次活动还引进了重庆当地的品质文创品牌 曼星球 享受完音乐盛宴之后 不妨在文创市集 带两件有当地特色的产品作为纪念 另外白天的活动精彩分成 到了晚上 还有一场助力本次盛典的电音狂欢派对 也将高能亮相 到时候舞台会被设计成飞行戏的模样 表演者会在离地十米的高空进行演出 还有配合着节奏非常炫目的灯光 势必会给现场的观众 带来一场极致的视频盛宴 好的 主持人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用音乐记录时代 用创造证明存在 OPPO Reno浙江卫视2019年中音乐盛典 即将热力来袭 点燃盛夏 地表顶级唱作人 热血集结 Alene 陈丽 丁世光 涵盖乐队 吴彦斌 华晨宇 李健 李荣浩 梁博 毛不易 Rehab 我一定要去提一件 为什么不让我去现场 好听 好听 好吃 好玩 而且呢 绝对是今年夏天 朋友圈的打卡胜地啊 对不对 我想拿起十倍混合光变 远近都清晰的OPPO Reno 去现场给自己多拍几张 存一整个夏天的朋友圈素材 是不是 话不多说了 马上呢 肖敬腾和他的狮子合唱团就要表演了 来准备好了没有 叫醒我们的耳朵 来吧 今天我们游乐场的现场 大家会看到我们的这个舞台啊 非常不一样 舞台上所有的装置呢 都是用纸做成的 所以我们这次设计呢 叫做纸舞台 然后为了配合我们游乐场的这个氛围呢 杰妮今天叫裙子 这个材料也跟纸一样 我已经快勒得窒息了 还好我们的音乐非常好听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设计呢 想要让这个游乐场 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童话的感觉 要一种纯粹简朴 这个特质呢 和我们接下来要上场的 这位原创音乐人特别的像 想到这个了 你们想到了谁 好这个呢 我不给你们卖关子 我先来介绍一下他 他呢 一开口就像素书 我也想思考 在独立音乐中 创造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而且他是众乐际的创始人 独立音乐人 陈红宇 是借和船 所有人的赛造出了 你不在 收听浓烟下的 是个电台 不动情的咳嗽 只烧开起来 你贵多言还可爱 琴弦少了自弹 在不见那夜里 听歌的小孩 时光匆匆独白 将电台磨成卡滩 你孤卷的情怀 它随成连对 就老去吧 孤独别醒来 你渴望的离开 只是无处停摆 就歌唱吧 眼睛闭起来 而热泪的崩壞 这是没抵达的存在 青春流醉倒在 寂寂无名的怀 高兴笑来 虚度聚散的慷慨 辗转却去不到 你的人态 如果飘是成长地情的路牌 秘密行岁月冲 那偏激的未来 像遗憾季节里 未结果的爱 弄脏了美 也是我最疼痛的告白 而风生吹到尘 已不需要释怀 就老去吧 孤独别醒来 你渴望的离开 只是无处停摆 就歌唱吧 我眼睛闭起来 而热泪的崩壞 只是没抵达的存在 就天地的忍耐 繁星人是窗台 光影跳动 只想在困圈里说 在偶尾的感慨 以为明白 梦到她的地方 静一旁换起 台 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呢 来自中国台湾 她在华语乐坛被称为是天生歌姬 她的歌曲有一种悲伤 这次也是成功进入了浙江卫视 OPPO Reno 华语原创24首推荐金曲的榜单 接下来时间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 有请阿玲 大家好 大家好 哇 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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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點哀愁 太陽中就照亮黑暗角落 躺著雨空那道彩虹 找回遺失心中最初最簡單的自由 發現 不過這個念頭 笑容 瞬間融化 有著我快樂的說話 趁快手 往天空享受著 雨後貼近的陽光看花火 在雙胸 想像中笑著說 迎接全新的自我 我有看到你們的手 好感受 嘿 渺小的女我 別眷戀愛愁 手藝有空可以借給我 太陽中就照亮黑暗角落 很棒喔 用力揮舞吧 她卻遇過那道彩虹 找回遺失心中最初最簡單的自由 她卻不過這個念頭 笑容 瞬間融化 有著我快樂的說話 上 hobby 說這次中 zo 這次掙音說最重要的凡晦 一個月之花的設斷 失策心超? pół second OTIC 4 頂之四 會 永遠 花了酒 別回到你情緣 長輩 一世心中最終的難題 發現 從夢中的天堂 想要不懂 隨之融化 有著我快樂的生活 這是我 這是我快樂的生活 這是我快樂的生活 謝謝 在現實生活當中 我們都知道 獅子的叫聲是很低沉 而且是有威嚴的 但是在音樂的世界當中 獅子的叫聲是怎麼樣的呢 馬上讓你們聽到 音樂世界當中的獅子的聲音 我們掌聲有請獅子樂團 音樂世界當中的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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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ers than I'll see. 牽長 Tak本 會讓你回歸 好 尤其 Basically 能夠感受到描述 親目的一種嗎 可欺 around 才能夠感受到處置 詞曲 李宗盛 所有花瓶都飞起来 太阳那却不爱 所有花瓶都掉下来 我们也随随成了平安 美丽的时不时掩盖着焦牢 焦了的是风能将永远结束 或许答案不只是美丽与多 还有一个我 还有一个我 我怎么好像有雨感 把风雨摇起来 空气中苍蝇被困满 划过即将依然 所有花瓶都飞起来 太阳那却以外 所有花瓶都掉下来 我们也随随成了平安 不要吵了 No 别再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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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掩盖着焦牢 酱到的是风能将永远结束 或许答案不只是美丽与风 还有一个我 還有一個我 或許的愛不只是面臨於空 還有一個我 還有一個我 好 嗨 我是體驗官羅希 此刻呢我在N4的場館 因為在這裡我正在等待蕭敬騰先生 他剛剛啊搖滾真的讓人感覺到 從頭皮馬到了腳底 所以現在我要把他攔截住 嗨蕭敬騰老師 嗨蕭老師這樣跟我們鏡頭先打個招呼 嗨大家好我們是 今天我們的主題也是為音樂而來讓原創發聲 那您覺得作為一位創作人 他需要什麼樣的一些素質 創作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傳遞 自己真實想傳遞的一些訊息跟音樂 那你會不會對我們現場的很多原創音樂人有一些怎麼樣的期許 期許他們都很棒啊他們都很好啊 就是主要就是完全的很投入的做自己最愛做的事情 然後把自己的心情把自己的理念直接的傳遞給聽眾 就已經非常完美了 好的那我們是專業的兩位我們的老成員也 給我們鏡頭打一下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團長LiQ 大家好我是吉他組小強 好的那在這裡呢我還要提醒一下大家 在今天晚上的八點 我們OPPO Reno這家衛視2019年終音樂盛典會有個直播 然後呢老蕭也會在我們的直播當中出現 所以敬請大家期待 掰掰 嗨 好啦在這呢要感謝各位收看OPPO Reno浙江衛視年終音樂盛典 預熱活動記得不要走開 我們即將在今天晚上的八點為您現場直播 OPPO Reno浙江衛視年終音樂盛典 一定要記得鎖定浙江衛視支持原創 支持你喜愛的原創歌手 這個夏天讓原創發聲 各位我們盛典再見